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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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電腦朋友大家好 今天東米國113年6月1日 星期六 中午時間 我們現在拿了一顆黃心果 這顆黃心果是 和兄國成兄 贈送給我們的 他自己靠接了黃心果 那現在樹上也有結一顆果 這顆黃心果他的果實 非常的碩大 品系是什麼品系 我也不知道 但是應該也是不做品系 他拿給我的時候 還在開花那已經結了一顆果 那趁今天 有可能會下雨 我們趕緊把這顆黃心果的苗種下去 下雨的時候 種下去馬上有下雨 這個存活力會高一點 那這裡原本有一顆 石森的那個琵琶 掛掉就不要了 那我們就把它種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是 國成兄自己靠接的 國成兄自己靠接的 國成他自己靠接的 阿姨這 石森的那個 石森的針木 石森的針木也是他自己的 應該也是自己培養的啦 他也真的是同好耶 真的是同好 而且 他那個盆子都用得很大 而且厲害的是 國成兄他應該都自己一個人操作吧 這頭真的有漂亮的 來 稍等一下 你看這種 黑頭啦 然後這一種蟲蟻 你看蟲蟻這麼健康 抖蟲這麼健康 所以這邊的土 不是在超大的 這個土真的是不錯 因為黃金國 種的經驗 他蠻怕風的 剛好我們前面北面 我們這邊有種了一排 淡礁 當初種也是要防風 而且他淡礁 不會高的很高 再來 淡礁 它的倒幅好像也沒有那麼的原重 旁邊還有 來看一下 這個 旁邊這個淡礁 你給它看這裡 插播一下 插播一下 再張黃的 又開始熟 你記得前幾天 我跟老媽才剛 剛要割一公回去 現在又來 這也是要等一下 我們先來處理這個 只是讓你看一下 前後 有淡礁的一個 一重一重的 可以擋到風 但是擋風的過程裡面 要去預算到 假設 不小心倒了不要去壓到 看樣子應該不會 哇 怎麼 我穿根 金有水 但是這個金水要洗你 這個我去拿刀子 沒用手牙牙牙開 這個太厚了 你看看 跟它刀子 跟它刀子 好 就浪費 浪費一個 盆子 直接化開 好 這個拿下來 很久了嗎 蠻久的 喔 這個金已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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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 好 也可以 是一個 我要整個 好 好 好 我覺得 再來,現在是6月份嘛,再來颱風季節吼,當時風行頭後吼,靠這個就是靠那個這個地方做固定 所以這到時候還要再立志住,不然在這裡進黃金果啦,一進黃金果到最後沒有成功的數量應該數一數二喔 好,等下,成功案例啦,好幾顆失敗之後有成功的案例 好,因為在這裡進黃金果進場沒有東風,應該是沒有東風吧,都是風來,到最後都萎縮掉 好,所以種黃金果可能真的要美風 好,現在帶各位看一下成功案例 好,這邊 因為這個新田區一段時間沒有過來了 自己看,我要拔個桶 喔,有啦 喔,這把要土地啦,不然這把是硬地 老媽說今天要套 好啦,這把是要土地啦 這終於成功了啦,因為 黃金果在這裡的那種 發展齁,好像就沒有其他果樹那麼的順利 喔,不錯不錯,這樣已經有了 那這一顆沒有記錯是 就是,定國兄的西果吧 夾在屁邊,不是ABCD 喔,然後,這已經幾個年了 然後幾個年了,到今年開始 有結果有什麼 有成果,大小顆 然後,它那裡的西果是第一之前 這麼大顆,而且又很好吃 再來,又很後生,又很後生 啊,所以現在在這裡 終於,有一點小小的成果 然後,這個地上啊,都是陽便便 然後,土 喔,土 啊,所以 終於,稍微稍微看到了 啊,那這當初我們是用靠街 我們是拿石森苗去靠街 定國兄的那個 我們自己給它一個編號 叫西果的黃金果 啊,那終於喔 那之前,欸 欸,但是那個燉街殼蟲危害蠻嚴重的 燉街殼蟲 燉街殼蟲 來,這兩顆啊 看一下看一下 好,這兩顆 喔,所以還是會成功啦 好,但是發力很慢 有點慢 只是街殼蟲要注意 街殼蟲要 好,那今天 移植 黃金果跟 紀錄黃金果的紀錄 就到這邊 哈,紀錄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